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这是第一次 有人将我的名字和吃饭了连在一起说 这 这不就是 很平凡又日常的一句话吗 这可是最后一块肉了 你要是做回了 你可得赔 请吧 如何 好吃 我会去当我的厨子吧 我都容酒了 快吃吧 待会儿啊 还要带客呢 水啊 干完事儿买肉去 你让我拿这么大一块金子 去市场买肉啊 你真不怕我被官府抓起来 这不行 你真不怕我被官府抓起来 穷将军 来 来了这么多 但我只准备了一个场 大胆 竟敢对大公子如此无礼 来都来 对先生尊重一些 你们去约外等我吧 是 撤撤撤 想见先生那边 着实不易 倒是见大公子 来得比较容易 听闻先生通神灵知未来 有大神通 所以今日我想请先生 给我算一算 你算什么东西 我算 你 看来先生 对我不是很了解啊 我乃清盛成大公子 若今日你给我算准了 下半辈子 与你荣华富贵 这名利 听起来 甚是用人 但我偏不占 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今日 我想踏凭你这小院 也是亲而易举啊 大公子 大费周章地过来 如飞 是想知道 自己何时能做上城主之爱 但老城主的寿命 关乎着一城的命运 不是我不想算 而是我 确实算不出来 然而大公子说 今日 想要踏平此处 我看不易 若是你想 坐平此处 我看 倒有几分可能 我 你 你好大的狗胆啊 你好大的狗胆啊 没事吧 果恩还是死 杀 不要 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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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杀你 懂吗 你想绕命 你想绕命啊 你是傻的吗 你平时在我面前 装得高深莫测 今天来了外人 你却被人家欺负 我没你厉害 我也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厉害 我只是一个凡人 我最终 也会双老兵死 我离不开 这俗世后尘 一个凡人 一点水都能将他烫伤 虽知天机 看起来无所不能 但到底只是血肉之躯 手一捏便能死掉 他到底是哪来的嫡气 活得这么淡定 今天我这么做 是不是让事情变得糟糕 给你添麻烦了 是也不是 左右啊 这娄子 也是我自己捅的 你呢 只不过是让他破的 更大了一些 你到底与那人说了什么 我大致归纳一下啊 就是说 他要我做他的人 我不远 他就扬言要踏平此处 我笑他只能坐平此处 他恼我 笑他身材 就打了我 看来啊 做人身材 实乃大忌 真是罪见 此人 既固执 又傲慢 还时刻盼着 自己的父亲 和兄弟 早点死 若是青盛城 交到此人手里 可怕天下难安 你不是不喜欢占卜算卦 预知未来吗 这不是占卜 事关一个城的命运 我就是想算 也算不出个啥 我倒是 看懂了他的性格 至于未来嘛 可以让他慢慢地 朝那个方向发展 沈莉啊 麻烦您 去帮我打一点水 我得熬个药了 这要不好好治一治 我可能要破相了 你使坏人倒是高手啊 你这绷带似了 我给你换一下吧 不要了 没事 不要紧 试乐会对你的伤口有影响 我帮你换一下 换一下吧 给给给给给 来来来 换 好 以后 融 休息 呀 辅 我这烫伤了 疼也跟着痛 疼死我了 你又想装柔弱不能过去 真疼真疼 怎么可能这么疼 疼就疼吧 我不管你